東西呢,現在學是現在的 之後可能會不斷的更新 可能找不到現在也不一樣 沒有關係,反正 我們有訓練各位自己找工具的能力 自己去測試的能力 所以以後的變化你也不用擔心 習慣用的就繼續用 找不到哪一天聽到新的更好用 也可以去試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回到 回到剛剛那個 早上的學習記憶的部分 我把畫面推過來 早上我們有提到那個 故事記憶 這邊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那個AI他比較 比較不會 他通常幫你整理的 幫你分析的都是一些字面上的東西 就是表情的意義 那所以呢 你就在想一件事 我們剛剛在想那個故事的時候 來討論很久 大家想很久 還把那個故事給想出來 那有沒有可能AI 會幫你編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也都會看一個例子 我那一天 這個是Copilot Copilot最好用那個 H瀏覽器 然後你要自己 申請微軟的帳號自己 再用 我那天 想讓他學會故事記憶 所以我就做了 我就做了這樣一個例子 分享一下 我直接 因為我懶得把那個文字貼給他 我就直接把我的新字圖 放大一點 我把我的新字圖 直接截圖 因為他現在有字節功能 所以可以瀏覽器 那所以 給他之後 他就幫我直接摘要了這十個動品出來 非常的準確 所以摘要出來之後 你就跟他說 我想要進行 圖像畫故事 連成的記憶 剛才把這十個關鍵內容 變成一個有畫面的短片故事 方便我做圖像故事記憶 他說當然可以 大畫短片的畫面 我們來看他學者 在一個遙遠的生活 人群動物每天都學習如何更好的生活 有一天 他們決定搬一場特別的會議來討論 並對身體狀況變化 然後他的 他的主題是社會影響 重點是他這樣子 蝴蝶說 世衛說 羊群說 然後頭群說 這樣把十個東西弄出來 你知道嗎 這完全不太古而 我們那個 對 你找不出那個關聯 你沒有辦法去讓大家很容易去 去記到這十個東西 他只是解釋了這個 什麼叫二八 這個重點是怎樣 他只是解釋了這件事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把故事融合成一個畫面成本就好 不用提每個理論的內容 只要將那個名稱輸入在畫面故事中 然後結果他跑去幹什麼 他跑去給我聽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跑出一些英文的東西 然後我就 我就知道他不懂 我就去把它停掉 我就說 請你編一個故事 把故事融合在畫面長短 不用提每個理論的內容 然後他就開始做亂 我很明顯看到他很努力的在抓 因為他一直講說我很努力的在抓 快不出來 我就跟他說 我不要圖 我要編故事中文 我們可以講的聲音 他說 當然 我們可以用一個故事來傳統 所以他就稍微有點進步了 他說 在這個森林裡面 為了進入春天的道理 那蝴蝶呢 輕盈的在花天背影 他的每一次陣送翅膀 都在空氣中留下了文廟的變化 這些變化 最終在遠方一步 開始有點樣子了 他不會那麼生命的 把這些原理解釋出來 但是他會利用這個詞節的配音 然後把這個內容彈在裡面 但是呢 你一個一個去看 你發現每一個都講的不錯 但是合在一起 還是剛剛那個問題 還是剛剛那個問題 一個一個分開 沒有互相的關聯 所以我說 你每一個故事的東西要串在一起 連續去 不要分開講 也不用去解釋故事的內容 因為那個是我已經學會的 所以我叫他不用解釋內容 然後 因為剛剛講不通嘛 所以我就直接給他範例喔 例如 免於想要吃青蛙 鱷魚也想吃掉你 這樣就交代了三層內容 看他有沒有感覺 其實跟剛剛還是差不多 羊群跟著領袖羊穿梭在森林中 然後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吃牌 而不只是盲目跟隨 他還是在解釋那個理論 然後呢 然後 有一點那個畫面的感覺 因為他會切換鏡頭 然後轉到貓頭跟頭上就在看 所以這個鏡頭切換開始了 但是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 那再來 你不要解釋 把名稱出現在故事中即可 那這一次我的舉例更清楚了 我把木桶用雙母號掛起來 二八用雙母號掛起來 表示說這個是裡面的名詞 專有名詞 所以木桶中有二八年華的魚子在套餐 他手上的手錶都刮起來 就這樣 所以我這樣形容 是舉例一次給他 他就再次來看 他就越來越聰明 他說 有一間餘味二八年華的魚子 走進村子 他手上戴著一隻古老的手錶 這隻手錶不但能顯示 直接還能指引他走向命運 你一直來到木桶前 將手錶輕輕鬆到一面 木桶開始發出柔和的光芒 各位有沒有很高興 他終於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我要教他什麼了 所以他終於沒有把那個解釋給放定 然後順成一個故事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世衛從祖童中起 他好奇了走向木桶前 他看看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看他這故事 就變成一個真正的我們要求的故事 而且還沒有畫面 所以我要給他按讚 因為這個按讚聽說很重要 因為他會根據這個按讚去把他的加權 會在他訓練GPT的過程中 會把他加錢 那他以後就會 學過的東西他就不會忘 那Copilot有一個特點 Copilot他是 他不像TradeGPT 這兩個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Copilot你在所有的談話裡面 所跟他問過的東西他都會學習 所以之後你另外開新的主題 另外開新的聊天室 他一樣是那一個更美好的特派人 就是經過學習的特派人 那但是那個TradeGPT不一樣 他是你問過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裡面每一個聊天室 他是單獨訓練 也就是說我今天開的如果是這個聊天室 我在這個裡面一直問他 那這個裡面所有的訓練 都會只發生在這個聊天室裡面 所以我這個問題如果問他 問他的是新制度的相關問題 那以後我要問新制度的相關問題 你就必須進來這個聊天室問 因為他是經過訓練的 但是如果你開一個新的聊天室 去到別的地方 你再問他新制度 他就會講清楚 但是Copilot不一樣 Copilot是整體一起訓練 他的特別的聊天室這邊是只有一個 例子紀錄 他不是個別的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曾經問Copilot說 秋雲證是什麼 他給我亂拍 他說我是NASA太空總體的推薦家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對 不是那個秋雲證 是台灣的秋雲證 他跟我說你是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的秋雲證叫做 我說也不是那個秋雲證 我一共問了五次 他給我掰了五個秋雲證 都不是我要的秋雲證 然後後來我把我的文證 部落的位置貼給他 然後跟他說是這一個秋雲證 然後他就幫我總結出了 我的所有文采 完全正確 那之後呢 之後我不管什麼時候 我再回來問你 數學證 他出來的就永遠都是正確的 那所以他是會跟著你的訓練 去長大變聰明 那但是Copilot跟其他那個部分 都會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所有的訓練 都會在同一個做醫室裡面生效 所以他的往下 他這個往下問的次數是沒有限制 你是同一個時間不能問太多 時間的限制問太多會停掉 但是之後呢 可能你隔天來又可以繼續問 但是這個確定率不一樣 你會發現他這邊有一個數字 七字三字 所以他同一個主題最多可以問三字 所以你在這個主題之下 你一直圍繞這個主題在轉以後 他最多就是讓你問三字 如果三字沒有問完 你就只能另外開一個新的訓練 去重新再去問一個新的訓練 但是他變聰明的部分 他還是會贊 所以我就很喜歡那個答應 讓你贊 我就像說稱讚他一樣 你太棒了 你進入了以後 其實再縮緊一點 就太長了 然後因為認知記憶的理論 我就希望他把情節再誇張一點 這個都是可以邀請的 所以他故事就比較不一樣 充滿魔法村莊 傳說中的木桶可以持續的論用 可是他這裡就跳太快了 他這裡就有點跳太快 這故事變得太短了 中間可以再稍微展開一下 然後同時請他幫惡惡這個記憶命 所以他就跟稍微展開的房間 在一個平老的記憶心中的 有一個可以實現人們最深切願望的情緒 這不是一個神通的木桶 他是由歷史上最偉大的木匠 有希望跟夢想雕刻而成的一個木桶 就講這個故事 哇這個就很棒對不對 完全就符合我們的需求 然後他的命名就在裡面 將他命名為時光木桶的奇蹟 很有Feel對不對 很有Feel 所以你看 從剛開始指揮字面上 到現在經過我們調教之後 他可以理解我們想要的一個深層意義 所以呢 所以後面我在閒聊 閒聊他可能就為我的意思 以為我要深層實現 各位可以在這邊深層實現 你就把那十個東西 然後場景稍微迅速一下 就去深層那個場景 這邊我就沒有吃那個快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 第二次 第二次呢 我這個是 但是不是這麼多的關鍵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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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